菲律宾最北边的巴丹群岛省地处偏远 常有台风来袭 巴丹岛上物资仰赖外部是天气状况许可 运送补给 当地居民早已习惯边缘地带的生活 只是现在除了台风还多了新的担忧 这是一个大危险的国家像我们 和国家像这个 这是一个平均的国家 这是一个平均的国家 美国和菲律宾上个月举行年度联合军演 演习区域涵盖巴丹群岛等位在巴士海峡的岛屿 动员军力将近去年的两倍 规模为30年来最大 美非两国强化军事关系 以因应日益强硬的中国 选在非国偏远的北部岛屿军演 显示一旦未来两岸爆发冲突 这些岛屿可能成为保卫台湾的前线 巴丹群岛和台湾相隔巴士海峡 距离只有190多公里 国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巴丹岛历经日本占领 至今山间人保有当时建造的防御隧道 巴丹岛未来是否再度置身火线 成了未知数 当地政治人物认为 就算未来巴丹岛没有直接卷入冲突 也会蒙受巨大影响 我们的国家的食物会被缺乏 有必须有实现的困难 中国和台湾 加上巴丹岛的资源 非常缺乏 所以我们不能额抵出 大量的军事 或民生 从台湾到巴丹岛 过后巴丹岛欢迎游客回归 宁静的太平洋海岸线 在美中持续角力下 潜藏着越来越多的不平静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综合报道 都应该看楼上 本身持续许多楼 谁